您日安,我是日安 上期讲红楼梦呢,有更多人说我是南版相邻转世嘛 为什么连观音质都是同款的 OK,所以我的开场白是您日安 我是有相邻同款观音质的热爱红楼梦的原日安 尽管红楼梦这个选题没有什么流量 但是我太爱红楼梦了 所以这一期我们仍然来说一说红楼梦 我们来讲一讲红楼梦里的爱情 那我上年时读红楼梦呢 最放心不下的爱情就是宝玉和待遇的爱情 那最让我困惑的也是宝玉和待遇的爱情 为什么宝玉一面爱待遇 一面又撩其他女生,甚至男生呢 我没说是因为宝玉渣,我不这么看 我在之前视频就说过 渣呢本质上是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工具化 客体化和抽象化 宝玉是视男人为虚眉着物 他分明是一个女性中心主义者 可我们又不得不说尽管是红楼梦的男主角 但贾宝玉有很多缺陷在身上 曹雪芯也没有试图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男人 我觉得才是对的 因为男人存在完美的吗 除了我之外 完美男人是被建构出来的 而且呢还是被男人建构出来的 它是一种驯化的父权价值 贾宝玉有缺陷,所以才真实 可是我们要讲贾宝玉的感情呢又不是很好讲 因为贾宝玉,你说她花吧 她还有骨子吃劲在身上 但你说她蠢吗 她又很会逗女孩子开心 我们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可你不觉得男人心更难懂吗 不然为什么叫男人 好冷的笑话 你看得懂男人的心吗 看不懂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就要对男人心来做爱情的X光 我们要从贾宝玉身上借三双眼睛 一双迷眼,一双泪眼和一双忌眼 可千万不用慧眼来讲爱情 因为爱情是蠢人的艺术 我们首先说贾宝玉的第一双眼迷眼 就像所有男人一样 贾宝玉最初对性是没有道德界定的 是完全自然主义的 她甚至都没有性别观念 原著中就写过啊 宝玉是弟兄姊妹接触一体 并无亲疏远近之别 不管是对邪神发誓 还是求香云梳头 不管是要勤闻洗澡 还是对秦可卿一饮 不管是闻鸳鸯的脖子 还是吃金川的烟枕 她都没有脏念头的 因为对她来说 性和道德是分开的 性无关乎道德 性只是性而已 在贾宝玉眼里啊 男人和女人甚至也没有区别 对男人她也是喜欢的 比如和柳向连的交好 再比如和秦中的暧昧 秦中在《红楼梦》里 有很高的象征性 秦中的谐音呢是情种 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情种 也可以理解成那个情种 坟墓的那个种 因为我们现在的界定呢 秦中是一个bisexual 双性恋 原著第九回就写过 秦中和同学相连 也是个男孩 假装去出小工 就是去小便 然后实际上呢是去约会 而且还被金融给撞见了 金融怎么说的呢 金融说贴的好烧饼 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 贴烧饼是我们江苏话 它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 杰哥 可刚跟相连贴过烧饼 到了馒头庵呢 又和尼姑智能二一起滚了床单 还被宝玉捉住了 对宝玉捉奸这一集啊 原著义写的也非常有意思 秦中偷欢被发现 求宝玉保密 那宝玉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挑逗秦中说 等一会儿睡下 再细细的算账 你读到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好想看 这三个人是怎么算账 结果呢 曹公在这里 比风一转 凤姐因怕通灵玉失落 便等宝玉睡下 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边 宝玉不知语 秦中算和账目 未见真切 未曾记得慈禧遗案 不敢转创 曹公太可爱了 我们要看红杏出墙 又被拦在高墙之外 那明明是春色盎然的 又半知半眼 反倒是引人无限遐想了 你想到什么 宝玉也好 行众也好 都是男女通吃 我们看会觉得 他们的私生活很乱 可是你撇开 对性的道德评判 未被道德训化的人 不就是动物吗 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 人就是动物 我曾经在伊犁的一个牧场里生活过 牧场里面有很多的马 牛啊羊啊 我发现在动物界里面 bisexual是普遍存在的 宝玉呢 是闲着玉出生的 玉啊 邪音是玉 它可不是闲着论语啊 四叔出生的 可是啊 半路杀出了个景幻仙姑 宝玉被叫到了太虚幻境 去上性教育课去了 而且一上来就是被说教 说什么 如是之好隐者 恨不能进天下之美女 供我骗时之去行 此皆皮肤淫烂之蠢无耳 如耳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五被推置为意淫 我们现在所说的意淫呢 就是从这段来的 不过 现代汉语里的意淫啊 意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意淫都在说性幻想 但是在《红楼梦》里的这个意淫呢 是和肉淫相对的 肉淫是什么呢 是皮肤淫烂 是肉体层面的 那意淫呢 是好色即淫 知情更淫 是精神层面的 景幻仙姑受淫语呢 就是在讲性道德 皮肤淫烂是不道德的 太痴情呢 又是不明智的 可是就像你在上性教育课一样 你会听得进什么 性行为要讲道德 什么意淫之类的东西吗 你不会的呀 你一定听的是关于具体的 性的技巧 然后性的注意事项 一定是性行为本身 这是人的天性嘛 宝玉也只关注这个 所以在太区幻境里呢 就来了非常直接的性教育 也就是秦可卿 给宝玉做了肉体层面的性气萌 秦可卿呢 是秦中的姐姐 她的谐音呢 是秦可卿 这里话用了道德经的 道可道非常道 到这里呢 就是秦可卿非常情 性的美好呢 让宝玉反而费解了 为什么这么美好的东西 景幻却说是皮肤淫烂呢 又为什么性行为 是一种不道德的呢 所以我说 这是一双迷眼 宝玉迷了 一方面她开始鄙视薛盘那种 对性的毫无节制 但另一方面 从太区幻境中醒来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和习人偷视云语 可见她对景幻星宫 那一套性道德的说教呢 也并不以为然 懵懵懂懂的宝玉 很快有了第二双眼 泪眼 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缘 总是情色和鸣 但宝玉和黛玉的感情线 却总是梨花待雨 总是在哭 李妹妹生气搅了相待 宝玉上来妹妹长妹妹短的陪不是 恳切欲哭 李妹妹骂她误会她 她又委屈欲哭 还说 名根我掉在池子里 叫个赖头猿吞了去 变个大王吧 李妹妹卧病在床 她心疼又趴在床上哭 原本看到宝姐姐的项圈 和自己是一对 心里正欢喜呢 可转头一看 李妹妹吃醋了 又急得要哭 林黛玉呢 就更爱哭了 有人统计过 林黛玉在红楼梦的前80回 一共哭了37次 而这其中呢 有25次是为了宝玉哭的 原著其实在第一回就写过 宝玉是神婴侍者 林黛玉呢 是降猪草 神婴侍者给降猪草浇了水 降猪草要报答 说我要还你一生的眼泪 之前的中国作家 没有这么写的 报答要么是当牛做马 要么是送很多钱 但在《红楼梦》里 我报答你是用一生的眼泪 就像作家刘振宇所说 这样写呢 就把人和人的关系 从当牛做马的物质关系 回到了眼泪的情感关系 这才是懂情的 因为情债怎么用钱来还呢 情债你只能用眼泪来偿还 神婴侍者对降猪草呢 就像小王子对玫瑰花 如果你不信谈过恋爱 那你也一定知道 恋爱呢 总是伴随着眼泪的 贾宝玉的第一双眼是迷眼 是乱花见玉迷人眼 自然的欲望是指南针 性别意识是模糊的 爱情意识也是模糊的 是景华仙姑所说的蠢银 第二双眼 泪眼 是指手相看泪眼 脚和包如脚心 惹妹妹哭 自己也哭 满是在苦里长出情来 是景华仙姑所说的意义 但还没道爱 更多是一种吃 所以也就有了第三双眼 寄眼 根据支批我们知道 红楼梦的结局 林黛玉病死 贾宝玉出家 大观园里 云离散尽 一曲终了 只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 真干净 功名利禄 富贵荣华 都盛住坏空 人去楼空 取终人散 人的爱消失了吗 不 爱情并不因爱的对象离去而消失 相反 是因其离去而成为永恒 就像泰坦尼克号里的 Jack和Rose一样 爱人没了 于是满目中 世界都是寄然 心里也是寄然 但寄然的心 又开出了降猪草 如带似玉 浸出降猪 寄杀 自此如心头一块石头 压着 使人生有了重量 爱脱离了对象 然后爱成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一直不认为 贾宝鱼出家 是什么看破红尘 如果曹雪晴看破红尘了 他还写《红龙梦》干什么呢 寺庙也在红尘之中 在我看来 贾宝鱼出家 就是躲进红尘里 他的余生不是青灯孤影 不是蝉仿草木生 他的余生 就是和林黛玉的爱 到这儿啊 《红龙梦》写透了《牧师前盟》 也把爱写到了极致 中国再没有一本小说 可以把爱情写到这种程度了 现代主义的看 贾宝鱼所隐喻的 也是人类的青春期 刚刚走出自然欲望的番离 又在被秩序牢笼囚禁之前 男人们其实都是贾宝鱼 都是真石头 包括我在内啊 包括他在内 如果你有心读过 古典文学的爱情传奇 你会发现 在宝带恋之前 除了被迫变成男人的注音台 和游蛇变成人的白娘子 其余所有的爱 都是以性开始的 牡丹亭西香记等等 都是 写出蒋公的面子的温芳仪就说 古代中国啊 爱情都是先睡为尽的 直到林黛玉的出现 林黛玉之前 中国古典爱情的书写里 女性并不是作为人存在的 而是作为一种性想象 她们在男性凝视之下 被打扮成了一个叫 家人的人设 她们的爱情呢 也是一种概念化的 被预设的爱情 要么是才子佳人 要么是举案其美 要么是白头偕老 这种概念化的爱情里 其实是没有人的 因为爱情是不被预设的 好在《红楼梦》出现了 贾宝玉的爱里 林黛玉就是一个人 一个有喜有乐 有苦有悲 有难过 有伤心的 活生生的人 宝玉是一个男人 也是男人的缩影 男人啊 如果没有青春期的一双迷眼 成长期的一双泪眼 大约是不会有 读懂爱情的一双忌眼 我常常从贾宝玉身上 读到自己 大学时候呢 就是一双迷眼 为了谈恋爱 而谈恋爱 工作之后呢 接连分手 是一双泪眼 那到现在 那到现在呢 懂了爱情 也懂了自己 既然欢喜 或许才是爱的真谛吧 就像沐昕所说 纷纷情欲 也是男人必经的教育 今天内容就到这了 我是有 相邻同款关系制的 原志安 一个非常热爱红楼梦的人 如果你和我一样 喜欢红楼梦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视频 做的还不错 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一期 继续圆批红楼梦 拜拜